目光说电影角度很新颖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恐怖片 剧场临到招待状之废墟 影片开始 深夜 两个男生和两个女生来到一座废墟 他们带着摄像机来拍摄这座废墟的场景 口中还说着要来抓绷带女 紧接着他们打开没有上锁的大门 走进了四周漆黑的房子里面 两个女生很是害怕 不敢继续往前走了 但是司机男却要进去一看究竟 他刚走到一间屋子门口 就被一双手给抓了进去 吓得其余三人赶紧向外跑去 躲进了车子里 但是他们来到车前却没有车钥匙 而绷带女就在他们身后追着 随着三人的一声喊叫 四周一片漆黑 画面忽然回到了白天 大美和妹妹小美 还有爸爸妈妈 一家人一起去山里游玩 但是他们的车子却坏在了路上 一家人只好徒步去寻找住的地方 没过多久 他们找到了一座像废墟的空档房间 爸爸妈妈就开始去二楼找住的地方 大美和小美就在楼下看行李 妈妈到了楼上就喊有没有人 此时房间里有个女人出来回应了 并让她等会儿 妈妈迫不及待的又开始喊 但是这个女人还是在让她等会儿 过了好久 妈妈觉得不对就想下楼 但是这时爸爸出现了 他们开始走向女人发出声音的房间 到了房间之后 里面一个人都没有 而另一边 小美和大美在楼下按捺不住 向楼上的房间走去 大美发现了桌上的绷带 而小美觉得太恶心了 就把绷带扔在了一边 这时他们想起了关于绷带女的故事 从前有个女人因为从小就被父母抛弃了 孤单的她独自居住在一座老房子里 每天只能对着镜子说话 后来她的脸变形了 为了把脸藏起来 她就把自己的脸用绷带包扎了起来 大美和小美想想害怕极了 这时门却关上了 他们就喊着跑了出去 而此时的父母回到楼下 没有看见孩子 爸爸再次上楼寻找他们 忽然爸爸看见走廊上有个篮球滚了出来 爸爸以为是他的两个女儿 于是他就走了过去 他走进了房间 看到了块白布 他拿下白布看到了镜子 好奇地照着镜子 突然镜子里伸出一双手 把她活生生地拉进去了 而另一边 大美和小美开开心心地回到楼下 却没有看到爸爸回来 妈妈觉得奇怪 让他们在楼下等着 她继续上楼找爸爸 她来到房间 看到镜子已经破碎了 这时她看见一个小女孩 喊着妈妈朝她跑过来 抱住了她 此时的小女孩 已经变成了绷带女 深夜 大美和小美在楼下等了好长时间 也没有见父母回来 就在这时 楼下停电了 他们只好上楼去找父母 大美拿着摄像机去之前父母去过的地方 此时房间里发出奇怪的声音 大美推开房间 一看竟是绷带女坐在木马上 吓得姐妹俩慌忙逃离 等到小美回过神来 大美已经不见了 河岸中 一个女人朝着小美快速地跑了过来 故事结束 这部影片是日本的恐怖片 恐怖之中带着些惊悚 但是影片中的血腥场面很少 这一点让人有些失望 好了 看了电影就是我的人 点赞加关注 木瓜带你上高速 我们下期再见